大家好,我是龍躍天Jagon,今天很好,我們邀請了一位嘉賓,叫月亭 Hello,大家好,平時我們的頻道會說八字,或者命理多些,我們想嘗試說說好像不是中式的軟學 是一個來自西方人創立的軟學,就是人類圖,交給月亭介紹一下 Hello,大家好,我是月亭,人類圖是什麼呢? 剛剛也說得很好的,仿翅不是西方,但你會發現裡面,如果你有看過人類圖,圖上有64個號碼 那64個號碼其實就是逆經的,我們經常說的一些掛像 如果在人類圖,中文是逆閘門,英文是基節 所以很有趣,人類圖的東西跟本身中國有不同的東西 就是因為它知道有關於逆經跟我們的DNA有關係 是的,這東西本身在德國已經是1904幾年,三幾年那些 其實已經發現了,已經是跟DNA有關係 另一件事,人類圖,你會看到圖旁邊會有些星體在 所以它也有尖星的部分在 另外,如果你看到人類圖,那裡的圖有九格的中心在 這個就有點像我們經常說的那些物論 以前我們平時說的物論有七個物論 但是在Human Design來說,它在說人類的進化 現在已經有九個物論 另外還有一些,你看到一條條線的 那些叫Channel,那些叫通道 那些通道是來自甚麼?都是印度的學說 叫卡巴拉,即是它在說生命之樹的通道 所以你會看到人類圖,牽涉了剛剛說的那幾個範疇 所以有很多人初初接到人類圖,為何覺得這麼準 因為它包含了很多元素 原來大家是可以吻合的,所以就形成了人類圖 我有聽過說法,人類圖就是一個人設計出來的設計圖 即是好像一個高達一樣,有一個駕駛員 進入這個高達駕駛,人類圖就好像告訴你 這個高達如何駕駛呢?最好就是一個方式 其實可以這樣理解嗎?可以的,有些人的說法 本身本身都是這樣說的,就是原廠設定 就是你天生一出生 不是,如果小耳機有一個說明書 人其實也有一個說明書 但原來我們全部都不知道我們有一個說明書 所以一出生,我們就有一個人類圖 就是一個說明書 但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 人類圖都不是定死你,譬如說明書 可能小耳機說你是這樣就是這樣 但是你想想想你人生裡面 好像你正在使用小耳機 你也有不同的方法用的 可能你多用衣服,或者你每天都洗 或者你隔幾天才洗,都會有不同的 所以其實人類圖有一件事就是 你會看到圖裡面有很多空白位置 那些空白位置就是我天生來地球學習 或者會嘗試來開放形式的一些部分 那部分也會形成整個人類圖會有很多變化 即是人生課題,可以這樣說嗎? 有些人的說法都會這樣說 即是你覺得空白的位置因為容易 因為它要來學習,也會受人 受天體,受它成長環境影響 即是說那些它不容易去控制到 或者它本身未必有 所以容易會變成可能是你的 我們所說的有一個學名叫陰謀面 或者是好聽些我們會說是我們需要學習的課題 或者是我們其實人有很多部分 我們以前可能小時候錯了就會很害怕 但其實我們有時候我們不是完美的 我們整個人是一定會有一些陰暗的部分 一定會有一些光明的部分 激缺點 那跟八字都有些類似 八字其實是總數很多,有五十多萬個組合 其實每個人的性格 譬如我在節目裡都會分析一些名人 我們會形容它的性格是怎樣 強項是怎樣,或者內心世界是怎樣 在這個層面上跟人類圖會不會有分別呢? 而在你的理解和中式軟學 譬如八字,你聽我說得多一點 其實會有什麼類似 還是有些東西是不同的呢? 我覺得最類似是分析性格那邊 因為我也聽你說得多一點 分析性格那一刻一定是很準的 一定是 在雲情那邊其實都有很多千面萬化 我相信 分析性格那裡人類為何這麼準呢? 譬如它有占星的部分 有DNA的部分 即是說 其實它說了一件事 就是我們一出生的時候 天體的雲行裡面 突然間逆經那個卦 去到那個星體 它就會釋放了一個叫中微子的特質 就落到小朋友的DNA裡面 那一刻就形成了你的性格 所以這個是很八字的 對 八字的角度就是 你出生的時候 譬如土星和太陽月亮的位置 對一個人出生的時候 磁場的影響 這個磁場的影響就會影響他性格 但我們以前比較宿命論 聽到很多老師傅就會說 一生的性格就是這樣 基本上不會怎麼變的 但其實呢 我的理解就是 是學影響而已 但不是決定的 即是人都有少少選擇權在裡面 但是 好像有一個東西圍繞著你 它會影響你偏向那個想法 但你也有一個控制在這裡 但大部分都會被它影響 否則就不會准 是是是是 而且你做人就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都定好整個劇 這些人類圖都很像 這樣說會不會少少得罪呢 大插會 有尖聲 又易經 也好像印度方面的東西 都會什麼都有些 像不像大包圍一些呢 應該這樣說 反而我學的時候就會發現 原來我們中國人 或者西方 或者是印度 或者是不同的派別 原來在說的東西 其實它都是在說同一件事而已 畜途同歸的 是的 所以就是說原來這些東西 不是分拆的 其實那些東西可能是 只不過原來疫經那些東西 是和占星有些東西 可能都會吻合的 只不過可能大家 重點不同了 是的 那你覺得人類圖 有沒有一個特別 即你必定會說的 即別人來找你資訊 再開一個人類圖 你覺得哪一件事 你一定會跟客人 會說得清楚 你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有啊 因為人類圖有別於其他的 我們叫什麼 這些叫做 原學術數 或者想知道你的人生的方向 那些 人類圖是很好的地方 主要是想告訴你 你的性格的特質 或者你人生這個旅程裡面 其實你的角色是些什麼 這個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來到 我做了很多年 其實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他都未必知道 或者是我跟你相處 可能原來我的角色 是適合做一些創作的 可能你不是 你可以適合宣傳的 人類圖在這方面 他就很明確可以說得到 另一方面 就是一個很重要 是不是很快就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很快 就是一看 就已經知道 這種是類似什麼類型的人 是的 因為人類圖有的好 就是 因為有時八字 一看都很難不明白 我自己真的自問類 看不明白 我都覺得很厲害 但是人類圖 其實有些字眼 或者看圖 我經常都叫大家 你看著人類圖 其實他的型 好像是人 我們想想 你上古著色很多 其實你相對一定是關於思考 那方面 你天生有 有些部分 你有情緒 中心著色的 很明顯 你是一個自大有情緒的人 好像是斗數 不知道你有沒有了解斗數 斗數呢 我如見的 我不懂斗數 我聽回來的 斗數就是 你看到公位 有什麼聲音呢 基本上 照說就可以了 很清晰的 相對上 比較容易入手 你看到星體 有什麼化的 就代表某一個意思 這個也很相似 也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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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分別的地方 就是 你逐個去看那件事 你可以說到的 但其實就是整個圖 要整合去看 那一刻就是很難的 你可以說 易學難精的 也是 因為其實那個變化 我想都好像八字 就是 其實那個變化可以很千變萬化 其實好像 人類圖為例 就是這件事 就是會很講求 你告訴的客人 就是你問你的客人 首先你要清楚 你先知道是什麼人 我同意 因為很多人做了幾十年的人 三四十年都好 其實他很亂的 當然我們八字 有一個特性 譬如 他的八字 什麼五行都有 我們都會說 你都比平衡 但實際上 這種平衡的 另一個意思就是 沒有一樣是強項 但當然 在每一個強項裡面 都有一件事 是特別厲害的 我們有時候 都要告訴 來諮詢的人 利用那個特性 去做某一件事 但這件事 八字上 可能比較 魯師傅的 很少說 譬如他經常有說 但譬如 哪些強項 哪些弱 是比較少說 過往的師傅 不代給我 過往的聽話 我以前 很小時候去批的師傅 都會說 什麼時候走運 什麼時候是好運 什麼時候是壞運 什麼時候賺不到錢 什麼時候賺不到錢 因為八字本身這個設計 是七彩子綠 強調的主題就是 什麼時候賺到錢 拍賭 結婚 找到男朋友 找到女朋友 什麼時候生孩子 這些對於股市來說 很重要 但我自己 再學了一段 比較長的時間 發覺 就是 八字不是沒有說 你剛才那些 不過 似乎 是觀點 與角度的問題 沒錯 就是 批命的人 是 到底你強調 或者專注在哪一方面 但可能他本身的設計 或者是 古書都教了 妻財子綠 最重要的 一定是先說 所以專注在那一部分 而人類圖 是否專注在這些 反而是其次 而是他覺得 如果我知道了自己的性格是怎樣 我發揮到強項 錢或者其他東西 就可以隨著而來 是 差不多 因為人類圖 其實實際 都可以看到一些 可不可以叫做 運程 可以看到某些歲數 會發生什麼事 都可以的 但有機會 可能沒有八字 那麼主打 人類圖 主打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譬如我有一個特質 它的特質 其實可能有一個 是陰暗面 陰暗面 可能我們叫缺點 或者是一些 我們非自己 不是很自己的部分 但有一個層面 就是 你這個陰暗面 可以轉化 變成另一個特質 或者譬如我舉個例子 就是譬如 你很懶 你缺點很懶 但可能陰暗面 叫我懶 但它正面 可能是一個 應對很多事情 是由人有餘 即是沒有什麼所謂 是沒有什麼所謂 或者有時候 會有些感覺是很無常 即有些無常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它都可以由人有餘 可以解決到這件事情 所以 Humanity的重點就是 我們怎樣擁抱 我們自己的陰暗面 然後又接納自己的光明面 因為有時候都很壞 你聰明的地方 都可以不接納 我看得最多人 就是 你說它聰明 它是不承認到自己聰明 即是有點像太極的一陰一陽 即是那兩樣東西 一定要有 這可能是人類圖 都是源自於易經最主要的 所有圓和術數都是來自陰陽 尤其是八字 八字是說陰陽五行 即是太陽裏面有少陰 太陽裏面有小陽 即是沒有說 我們叫做陰陽一體裏面 我們兩個都很認同這句話 就是沒有東西永遠都是好的 沒有東西永遠都是差 在差的東西裏面都是缺點 即是譬如 剛才你這樣說 印星 即是很爛的 我們八字就說印星很重 這個人很爛 同時間如果印星重的人 對追求名利 是沒有那麼著緊的 即是他沒有那麼強求這些名利 當他遇到失敗的時候 他也不覺得失敗 其實對於他來說 根本不重要 或者另一樣東西 就是忍受能力不特別強 所以你就覺得 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可以忍受到 即是一件事 可能是缺點 就視乎看你從什麼角度去看 那聽起來人類圖是很正面的 是 看你怎樣看 沒有負面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看 或者不同的分析師都會有不同的趣向 很容易會落下一個點去看陰陰面 不停看陰陰面 因為 離得的當然是想解決自己的問題 是 所以他很多時候就會落下一個點去 其實我們的祖師爺也有說過一件事 我們如果看陰陰面 整個圖 100%裡面 你看三成、兩成 好了 最重要是你擁抱 你去接納 自己其實是有一個正面在裡面 哦 即是這一段是挺重心的 是的 是重要的 譬如我看圖 我大概佔了七成時間 我是說它正面的部分 或者甚至乎你貢獻世界的部分 因為如果再深入 人類圖其實它不是二元的 再深入就是三元 三元的意思就是 你做了 處理了你陰陰面 可以再貢獻這個世界呢 那麼它就會有這部分說起來 即是它有些深入的 就是你的高我 是的 高我在這個號碼 或者這個閘門 它的高我是什麼呢 這樣就會有三個層次 哦 其實都挺重心的 其實說它這個性格的分析 或者你會鑽研下去 會的 有些人很流行就是 看完整個圖之後 他反而會看某些閘門 因為那個閘門其實 你就是看那個 你都可以看很久 即是在那個位置 你會鑽研到很清晰 到底哪一件事是要了解 或者怎樣去處理這件事 那這個我相信 大部分我認識的八字師傅 或者其他玄學師傅 就可能未必那麼強調這件事 因為呢 整體性 因為這個是很 我們叫原局 原局本身連月日時裏面的 組合的性情性格 但是呢 由於它有很強烈的大運的意識 即八字就十年一個大運 糾素就五年一個小限變化 每一個大運對那個人的性格 都會有變化 我們反而會強調 按住這個人 進入這個軌道裏面 這個環境下 他對他的變化 而產生一個預測 即比較實用一點的 就是真的 到底這個情況好不好 知進退 所以我也覺得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就是 八字或者其他術數 例如我認識的 例如棄滿 或者糾素那些都一樣 那會是一些功能性的 即是真的 我們要知盡去 即是幾時 即就算我這樣說 我不是得罪的 我覺得因為強項不同 我了解到我自己的強項是怎樣 譬如我假設 我也認識少少的 也不要這樣 你補充不補充 即是譬如我個人 是要顯化的 即是顯化 我要想到一件事 要去做的 如果一個人這樣說 我顯化要去做 在八字角度裏面 我任何時間都這樣做 你真是糟糕了 你很有機會 是 是 是 我顯化 我想到就要去做 是 我們就會看 真的看時機 即是那段時間 不要混 是 你還要這樣顯化 你就真的顯化了所有不好的東西 如果在我們的看法 就是顯化 即是我們說的顯示者 四大類型 這就是其中一部分 我們說看人類圖 你當是有幾個層次 我們第一個就是看類型 你剛才說的部分 但顯化 顯示者 其實它還有很多元素 例如它是情緒型 是比較直覺型 是比較思考型 層次又不同 例如剛才說顯化 為何有些顯示者 它不是說顯化 它是說愛 其實 為何呢 因為它屬於情緒中心的著色 或者是 它的感染力 是來自身邊的人 以我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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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最大的問題 例如有時候 你會找我的時候 我會覺得 嘩 我看到一些東西 你就很想告訴你 你有這種心態 但那些東西有一點不牽涉 是否顯化 有一點 就是我 很想告訴你 這個在人類圖 是表達和顯化 有些接近的 全部都跟喉嚨有關 是 即是很喜歡說話 是 如果你那件事 我覺得很棒 我很想分享給別人 其實通常一個顯示者 就會比較容易一點 因為他的心 和氣場 本身就有這個影響力 對 很詳細 我本身 有人說過半小時 我經常講到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過半小時而已 只是過半小時而已 我只是因為很想說 即是 將所有事情 我懂得 都告訴你 我為你擔心 你要擔心 是的 所以 剛才講到這件事 我也是這樣的 我跟人聊天旅途 我設定過半小時 但我永遠都講兩個小時 試過一次講三個小時 原因又是 再深一個層次 我本身是一個投射者 投射者本身 其實他是要外力表達的 但那件事 我們經常講 叫Waiting for Inventory 即是要等待被邀請 我們本身的指導型 就是顯化型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如果落到這裏 就會有些不同的層次 是 即是 如果今天都 總結一下 我就覺得 真的每一個術數 每一個設計 即是斗數 或者八字 或者奇門 都好 它都是有一個 你說它們能否批到命 即即是奇門 都可以批到人的性情 各樣東西 斗數當然都可以 八字當然可以 但是 每一個東西都有一個強行 即這個工具被設計而成 不是其他東西都沒有 不過有一個東西 是比較專精 而我覺得中式的圓學 或者半中西式 混在一起的圓學人類圖 就是設計來的目的 有一點點不一樣 而中式的比較有時間性 時間是很強調 即什麼時候會有什麼 什麼時候有什麼 無論你形容性格也好 運程也好 高低也好 一樣東西是擺脫不到的 但是性格方面 以八字為例 你說能否說到 你剛才所說的 有的 可以說到的 不過可能只有一點點顯示 你要鑽研下去 都可以 但是相對上 沒有那麼容易看到的 你真的要用一些時間去鑽研 才能夠說到這樣的情況 但是由於你人類圖的設計就是 他都設計告訴你 什麼是強項 我全都放出來 就容易看到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工具 都有一個不同的用途 的強項 或者目的切入點有點不同 今天就很高興 邀請到人類圖 即是和八字的類似點 和互相似點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找我看八字 或者去找月庭的話 都可以搜尋 月庭的 歸人類圖 市面上 為什麼要邀請月庭呢 就是我認識的人 批人類圖 月庭都很出色 謝謝 他對我的了解 謝謝 你也很出色 非常一色 當然如果有興趣 去批八字 或者看任何風水的話 都可以在Info Box 找回我聯絡的資料 加入Facebook 或者IG 今天就到這裡 好 OK 拜拜 拜拜 焦點視頻開台已經踏入第五年 非常多謝大家對我們的支持 我們將會在8月3日舉行五周年的網聚 整個活動我們會邀請很多位開運專家 名人嘉賓和主播出席 和大家一起玩遊戲 打合招和吃晚餐 長情愈下 日期是2024年的8月3日 星期六 時間是晚上6點至9點半 地點是西九龍中心的7樓 而費用我們分兩個 一個是398元基本 和688元禮遇 禮遇級別可以確保入席 一定是坐得比較前的位置 和會得到活動福袋一個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焦點視頻搞活動最喜歡的人人多野酒 年初開運鬍已經派了超過100份禮物 今次台慶抽獎更加預約了超過200份禮物 和現金獎送出去 保證人人又吃又吃 記得掃右上角二維碼 立即了解和報名參加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阿滋